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墨房里辛苦拉墨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驴子逐渐对这种平淡无趣的生活感到乏味 他朝思暮想 唉 如果有一天 能够不用拉墨 离开寺庙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那该多逍遥啊 有一天 碰巧有一位出家人 决定带这头驴子下山摘东西 驴子非常兴奋心想 太好了 真是一个好机会 于是啊 出家人把一样东西摆在驴子的身上后 就跟着一起下山了 走着走着 驴子发现 每当路人看到他的时候 就会露出一种非常尊敬的神情 并且啊 虔诚地跪在两侧 向他顶礼膜拜 一开始 驴子对这种感觉很不自在 他不懂 为什么大家要对他这样毕恭毕敬的 反倒有些害怕 帮忙躲开 可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驴子也开始逐渐适应了 他看到这么多人都对他这样尊敬 竟然开始飘飘然了起来 他想 这一路上大家都这么敬重我 可见我有多尊贵啊 我看 不如哪儿有人想拜我 我干脆就停在路上 接受大家的膜拜吧 于是 驴子开始洋洋得意了起来 十分享受这份意外的尊容 回到寺庙以后 驴子已经不是原本那头驴子了 他以为自己出过寺庙一次 已经是打开眼界见过大世面了 此时的驴子啊 已经把自己定位为一种相当高贵的生物 再也不肯做像拉末这种低贱的工作了 不愿意拉末 出家人也对他无可奈何 只要放驴子自己下山去 不再要求他了 驴子才刚下山就遇到了一个阵仗又大又长的队伍 原来是城里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要出嫁 这是队伍敲锣打鼓 欢天喜地的准备去迎亲 驴子看见这么多人 以为大家都会像之前一样 对他尊敬不以行跪拜礼 于是便大摇大摆地走到马路中间 就这么笔直地站着 等待众人的礼拜 一动也不动 队伍的人走得正高兴 却被一头驴子挡住了鹿 感到相当愤怒 结果大家此起彼落 对驴子又吹又打 就像面对过街老鼠一般 毫不客气地把他赶走 于是驴子抱头鼠窜 仓皇地逃回寺庙里 这时候他已经身受重伤 快没气了 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 驴子依然充满了愤怒 他咬牙切实地对出家人说 我第一次下山的时候 明明大家都这么崇拜我 还向我鼎礼 怎么这一次呢 却完全变了一样 竟然敢对我大不敬 把我打成这样 根本是造反 知人知灭不知心啊 出家人感到万分无奈 长叹了一口气说 唉 怎么这么无知又肤浅啊 正是一头蠢驴 那天下山 人们跪拜的是你身上背的佛像 你也不衡量一下自己 有什么好骄傲的 搞不清楚状况又自以为是 下场可是很惨的啊 人如果活得没有自觉 顾不自封 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 感到质得意满 自我感觉良好 就会像这头傻驴子一样 以为自己很棒 很了不起 漂浮在大家的吹捧中 名损而不自知 其实呢 外面的世界何其广大 无论我们在熟悉的领域 做得多好 也要一直记得 隔行如隔山 永远有学不完的知识 听不完的故事 所以打开心声 放开心胸 接纳各种事物 其实就是让自己保持 自我觉察的最佳态度 虚心学习 好好认识自己 到别人的世界开开眼界 增长见闻 也未尝不是一件乐事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能不能跟Gino一起自助旅行 看看开在英文中还有哪些用法 千万别错过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